第685集 这里就是真武城吗 林明看着眼前巨大的城市 相较远古帝都的繁华和广阔 真武城显得相对小了一些 不过虽然面积小一些 可在气势上却游在远古帝都之上 单单真武城的城墙 便全部由可以打造盛气的金属铸城 其中布置大镇堪称坚不可摧 林明把感知蔓延出去 却发现在他附近高手不是很多 这倒也正常 多数情况下高手都云集在主城附近的高级梦眼兽聚集地 或者身处城市中 林明现在距离真武城还有几百里的距离 舞者数目不多 我现在应该在大世界排名一二百了吧 说不定更靠后 这第二轮淘汰开始之后 梦眼兽集体进化 这些参赛者的功勋值增长得很快啊 林明自言自语着 便在感知世界中寻到了一处能量的碰撞点 五团能量光 其中两团主色调呈现灰白色 明显是梦眼兽 其余三团则颜色脖子 自然是舞者 不过这个场面不是舞者在追杀梦眼兽 而是梦眼兽在追杀舞者 三个舞者 一男 两女 都身穿黄色长衫 手持极品圣器常见 衣服和常见的款式都一样 显然出自同一个门派 而能自带极品圣器来参赛的舞者 大多数都是圣地级势力出身的上层天才 实力一般来说裹得去 三个舞者被两头秃鹫模样的梦眼兽追杀 这个秃鹫模样的梦眼兽 全身覆盖着黑色的羽毛 有三个脑袋 每个脑袋上有个硕大的肉流 这鸟嘴锋利如刀 脖子无毛 呈现光秃秃的肉色 看起了极为丑陋 师兄 我们要不要分开逃 一个黄山师妹 眼看着那丑陋的梦眼兽就要追上来 翘脸苍白 他心中清楚 他们的实力相较这只大突鹫相差太远 他只要轻轻一啄 自己就会被拦腰咬断 内脏鲜血蹦射 虽然知道不会真死 可这样的场景还是如同噩梦 因为这感受太真实了 经历死亡的感觉可不怎么样 而且这些天来 辛辛苦苦积攒的功勋值 也会一下子少大半 而他们的实力 想要通过第二轮残酷的淘汰 本来就十分勉强 现在如果再死一次 就基本没希望了 不要分开 有两头梦眼兽 我们分开跑 也最少死两人 而且现在真武城附近非常危险 分开之后死得更快 坚持一会儿 我们快飞到真武城了 只要靠近真武城 城上的禁止会 直接把那两头恶心的梦眼兽赶跑 黄一师兄这样说着 欲发卖命的奔逃 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发现 在不远处 有一个蓝一青年 不紧不慢的飞了过来 他动作很清零 赫然是向着自己这个方向飞 这个蓝一青年 正是林明 有人 黄一青年 眼看着林明 竟向自己这边飞 顿时心中一喜 他倒不是指望 林明战胜的身后追逐的恐怖梦眼兽 因为这两头梦眼兽 如果换成真武大世界的参赛者排名的话 估计能排到前万分之一 到十万分之一 非常彪悍 而这里并不是真武城附近的高级试炼场 撞到高手的可能性不大 随便遇到一个人 就排名前万分之一的高手 这概率太渺茫 不过有人总有转机吧 就算再不计 也能分散梦眼兽一些注意力 这也是好的 这位兄台 救命啊 我等是五花山弟子 若能救我等一命 第一会晤结束后必有重谢 听到男子的大喊 林明心中好笑 其实在神梦界 参赛者之间彼此不落井下石 就算不错了 更别说救人 大家都是竞争对手 救人 你当我傻呀 当然对林明来说 这个男子根本就称不上竞争对手 林明神色如常 站立不动 男子眼看林明这个架势 害怕林明轻敌 上来就被秒杀 忙喊道 哎 兄台小心啊 这两头梦眼兽是风猫鼓跑出来的 相当棘手 兄台当跟我们合力 配合 男子话还没说完呢 只见一道耀眼的神盲 画过天际 刺得他睁不开眼睛 那神盲几乎是贴着他的身体擦过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在被神盲擦到的一瞬间 男子就感觉汗毛倒立 仿佛陷入了九庸深渊一般 寒冷无比 同样的感觉 也体现在他身后两个黄衣小师妹身上 两女都是心中大惊 香汗淋漓 而就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听啊 两声惨叫 他们猛的回头一看 三个人六双眼睛 全瞪圆了 在他们身后 两头突就兽 一共六个脑袋 都被整整齐齐的切下来 伤口整齐无比 手段干净利落 没有半点脱泥带水 砰砰 死透了两头梦眼兽 尸体直接跌落下去 而后在半空中就被分解了 成为精纯的梦境能量 被林明吸收 眼看刚才气势汹汹的梦眼兽 一瞬间就让人给秒杀了 青年吞了口口水 转过头来不可置信的望向林明 两个黄衣少女 也是嘴巴微张 久久不能合拢 真是撞大运了 随便撞到一个人 竟然是顶尖高手 而且恐怕不止排名前十万分之一 很可能是百万分之一 千万分之一 那就是能通过预选赛的决定人物 多谢兄台出手相助 青年急忙抱拳行李 脸上有劫后余生的喜悦 也有一丝尴尬之色 想起之前他搬出自己的出身来 多半在眼前蓝衣青年 看起来就是个笑话 两个黄衣少女也赶紧行李 尽贤礼仪 一是感谢 二也是怕林明一个不高兴 直接把他们宰了 在梦境空间 这个杀人是太普通的事了 举手之劳而已 我只是有几件事 想问问你们 林明就下这些人 主要是为了了解了解 真武城的情报 他刚到真武城 对周围的情况完全不了解 比如真武城有哪些高手啊 有哪些地方有高级梦眼兽 可以猎杀等等 兄台请问 我等知无不言 嗯 我问你们 真武城附近 到处都是跟刚才那两头梦眼兽 一个级别的大家伙吗 林明心中奇怪 这里距离真武城很近 竟然有这么强大的梦眼兽 一万个舞者中 怕是得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都不是对手 这让那些实力弱一些 能通过第二轮淘汰 无法通过第三轮淘汰的舞者 还怎么混呢 听林明这么一问 那青年面露苦笑之色说道 嘿 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啊 是真武城东角 本来真武城东面出来 没有什么高级梦眼兽 聚集地 所以这里很少有高手出没 梦眼兽等级也低 我们师兄妹三人足够应付 不过前些日子 风魔谷出世了 出了一个红毛的怪物 这红毛怪非常神秘 而且强大无比 他不但杀人 还杀梦眼兽 据说他掠夺到了一个紫色晶体 进化了还是怎么的 具体我就不太清楚 总之那个神秘红毛怪 好像能散发出一种威压 风魔岭的高级梦眼兽都怕他 结果那边闹个鸡飞狗跳 于是就有一些高级梦眼兽被赶出来了 有一些就来到了第一级梦眼兽的聚集地 于是我们这些小鱼小虾 那就惨了 风魔岭 对 兄弟 你一定是新来的 不知道风魔岭 这风魔岭啊 在真武城西南三千里处 是一处绵延起伏的山岭 山岭中树木参天 到处都是峡谷幽谷 遍地都是高等级的梦眼兽 是真武城高手最喜欢的受力场所 不过现在 因为红毛怪的事 风魔岭的高级梦眼兽 没有以前多了 再加上红毛怪本身的威胁 有一些高手也离开了风魔岭 到低等级狩猎区进行狩猎 哦 原来是这样 林明自言自语着 对这个风魔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黄一青年似乎早就猜到林明会有这反应 好心劝道 在下知道兄台本领高强 但要去风魔岭的话 还是劝兄台仔细考虑一下 现在没有真武大世界排名前百的名次 在风魔岭很难混下去 就算是前百的 被那个红毛怪撞去 那也是瞬间秒杀呀 估计就算是前十的 也只是在那个红毛怪面前 保住性命罢了 在黄一青年看来 大世界排名前十 那绝对是传说中的人物了 光是秒杀那两头突旧 距离大世界排名前十 差得远呢 林明微微一笑 也不解释 风魔岭 他当然要去 黄一青年知道林明没听进去自己的话 也没法多说什么 毕竟只是萍水相逢 他抱拳道 兄台是要进城吧 我们一起如何呀 嗯 我稍微找寻一个住处 便准备出去狩猎 林明随意的说道 两个少女听了倒是心中一喜 有林明在 他们绝对安全 他们已经打算好了 这次进城出来 一定换更低等级的试炼场所 这里实在太可怕 在五华山三个弟子的指引下 林明在真武城中找到了一处极好的住所 而几人走路的过程中 林明也从交谈了解了真武城中一些高手的情况 其中最强的几个 因为他们彼此间也没有正式交手 不好说谁强谁弱 只是大概有个感觉 其中大多数人认为 龙牙是真武大世界第一人 龙牙只是个代号 没人知道它的名字 在神梦界 对这些人都是用代号来称呼的 龙牙的武器是一口龙牙剑 它的身份非常神秘 它并非真武大圣地出身 甚至可能不是界王级圣地出身 究竟它出自何方无人知晓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龙牙在真武大世界中的功勋值 排名并不是第一 只是前五罢了 排名第一的是真武大圣地出身的顶尖天才 武归云 武归云毫无疑问也是真武大世界最强的几个人之一 林明知道这些后疑惑的问道 既然武归云排名第一 为何支持龙牙的人更多 我光说一点 你就能感觉出个大概 那就是真武大圣地的人 看到了龙牙都绕着走 龙牙站定一块狩猎区域 真武大圣地的人根本就没人敢抢 而别的人甭想有这待遇 真武大圣地那就是真武城的庞然大物 谁看了他们心里都大处啊 哦 林明没事一跳 在远古帝都还没有这样的事情 出身除了能象征实力之外 没有其他的好处 没想到的真武城能直接以真武大圣地的出身来压人 你想想就明白了 在真武城 真武大圣地的天才整体实力是最强的 谁都不敢惹他们 哪怕你实力比他们强 你也不敢动他们呢 真武城附近最好的试炼场所都被他们占了 别人分道的很少 而如果你的野外跟他们遭遇了 那么只有他们杀你的道理 如果他们杀不成你 算你走运 不过你想报复 那是不可能的 你得忍着 否则你杀了这一个 第二天他复活了 找个更强的过来 总有能干死你的 这就跟江湖帮派是一个道理 一个大帮派 哪怕是小人物都不敢轻易杀死啊 否则等于打了这个大帮派的脸 他们可能派人全天下追杀你 除非 除 除非什么 除非你们整个真武大圣地的所有人都强 哦 龙牙不就做到这点了吗 黄医青年说到这儿满脸钦佩之色 显然对这个能以一人之力 面对整个真武大圣地的龙牙极为推崇 林明听了敬佩这个龙牙的同时也轻叹了一口气 看来哪怕是神梦天尊 动用神梦界来主持着神域第一会晤 也无法让万兆天才绝对公平的竞争 出身大势力的天才 要比平民出身的天才底气足很多 底气足很多 赚到功勋自然也更容易 不过神梦天尊能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完美了 只要过了第一轮预选 后边的比赛会更加公平公正 这么说龙牙和五龟云交过手吗 林明开口问道 只是听传闻的 两人交手了一瞬间 曾经有一次真武大圣地一位排名极其靠前的天才 想要杀了龙牙 夺到龙牙身上的功勋值提高自己排名 结果他去杀龙牙却被龙牙给轻易反杀了 而后这个人复活后 找到自己的大师兄五龟云 让五龟云出手去对付龙牙 给自己报仇 据传 五龟云和龙牙在风魔岭遭遇 两人只交手了一招 五龟云被龙牙一箭逼退 而后五龟云什么也没说 带着自己几个师弟就走了 那几个师弟 也都是真武大圣地排名靠前的人物 可三四个人都没能把龙牙怎么递 从那以后 真武大圣地的人 再也没有谁敢对龙牙出手了 看到龙牙 他们都逃之夭夭啊 哦 这样啊 龙牙是不是真的跟五龟云交手 我们不知道 可是真武大圣地的人惧怕龙牙 这谁都看得到啊 所以很多人才信誓旦旦的认为 龙牙才是真武大世界第一高手 那毕竟功勋职排名代表不了什么 有些高手未必在意明月 他们要的只是挑战 黄一青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林明倒是对这个龙牙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五龟云 龙牙 这个龙牙倒是身份神秘 竟然不是真武大圣地出身 却还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不过 神域如此广阔 有一些机缘逆天 天赋也逆天的人 不足为奇啊 大界界王圣地的天才当然强 但是大界界王圣地 毕竟人数有限 一个超级界王圣地 了不起遗诏族人 他们当中的顶尖天才 比起神域 遗语诏众生中的佼佼者 谁强谁弱 这还是个未知数 先去封魔岭 林明这样打算着 走出了真武城 展开身法 向封魔岭飞奔而去 三千里的距离 对林明而言 就是一炷香的功夫 临近封魔岭 在林明的感知世界中 众多明亮而硕大的神梦能亮光团 相继出现 其中不少光团 比林明的还强 当初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林明现在排名下降的原因 大概降到了真武大世界 百名开外 哦 那边有很多强大的梦眼兽 斩杀他们 倒是能够获得不少功勋职 在林明感知的扫描下 任何强大的梦眼兽 都逃不过他的双眼 如果是跟林明一样的实力高手 来杀梦眼兽 没人速度会比林明快 林明刚刚向那几头梦眼兽飞去 突然听到一个阴沉 而富含杀鸡的声音响起 朋友 这是我们的地盘 不懂规矩啊 林明眉头一皱 转身望去 却在不远处 有六个舞者 他们的体型 高矮胖瘦 各不相同 可却穿着统一制式的衣裳 在衣裳右胸口 都刺绣了一个奇异的符号 看起来就像个抽象的真字 这个符号 林明在远古帝都可看见好多回了 来神梦界 也在之前两个真武大圣帝天才的额头上见过 很显然 这六个人出身真武大圣帝 果真如同五花山三人所说 真武大圣帝的人 在真武城都是横着走 最好的狩猎区域都被他们占了 平民和小势里出身的舞者 只能喝汤 林明这样想着 而这时 真武大圣帝当中的一个人说道 大哥 他这么客气干什么 一看就就是新来的 直接干了他算了 就是不知道这傻逼有没有功勋值可拿 这个人声音又坚又大 根本就没避讳林明 而在他身边 似乎是队长模样那个人 也就是最开始开口 让林明让开的家伙 他皮肤幽黑 身材高大 目光有几分灵力 他眯起眼睛 审视了一遍林明的修为 感觉到有点看不透 看不透的人 他不会贸然出手 不过他也丝毫不害怕 在整个真武城 除了少数几个人 还没有谁敢动他们 我说最后一遍 马上离开这 这是我们的狩猎区 他这个言语啊 虽然听起来有点傲 可是没有粗鲁和骂人的地方 这里边隐含着杀鸡和威胁 倒是咄咄逼人 听到没有 不想死赶紧滚 算你运气好 幽黑男子身边的小弟 又一次叫嚣 这小弟啊 其实不是真武大圣地的人 只是依附在幽黑男子身边的小喽啰 很多时候 主子不动声色 倒是狗腿子急于表现 林明笑了 嘴角泛起一丝轻蔑之色 像看傻逼一样 看着那个叫嚣的小丑 我活这么多年 都是双腿走路 什么是滚 要不你给示范一下 你找死 那小弟心中大怒 第一个出手 而他出手的同时 其他五个人也动了 游黑男子虽然对林明有几分忌惮 但也只是因为看不透林明的底细 可并不是怕林明 两口长剑 画成流光刺向林明心脏和咽喉 与此同时 有人如同一股青烟一般来到林明身后 手中后背刀 看向林明后脑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势之间 然而就在他们以为要得手的时候 林明动了 快到不可思议的速度 他们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林明的身体猛的一阵晃动 拉出后视的残影 六人攻击 全部落空 凤血枪出窍 林明手持凤血枪 冰冷的枪间 在夜空下划出一道满月 就见红光一闪 一记简单的横扫千军 没有用任何武技 三个真武大世界弟子 全部伸手分离 血液飞溅 瞬间秒杀三人 还剩三人 这三人中 包括似乎是首领的幽黑青年 还有之前叫嚣的狗腿子 下巴 剩下三名参赛者 眼看着地上的五具尸体 和挥洒而出的血液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他们心中大害 他们知道 这次绝对踢铁板上了 实力差距太大 他们连逃跑的可能性都没